提到曾经当红的童星 我们第一时间会想到 世晓龙 曹骏 郝绍文 张尼山等人 但在80年代 有一个小男孩却是当年最火的童星 甚至被誉为内地第一童星 他就是天才童星 方超 你还记得去年火爆全网的老电影《木马人》吗 里面的青青就是方超扮演的 纯真 可爱与灵气 成了方超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 年少时的方超红遍大江南北 更是一代人心中的美好记忆 岁月无声 世事变幻 曾经的青春与质朴早已随风飘去 待人追忆 令人遗憾的是 长大后的方超却屡屡碰壁 演绎之路更是异常艰难 这些年童星方超过得怎么样了 1976年 方超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家庭虽然普通 但刚出生不久的方超 命运就直接发生了转折 方超能够成为家喻户晓的天才童星 一切都要源于他舅舅的帮助 大家是否还记得有一部经典的老电影 叫《阿姚兰》 就是谢靖导演拍摄的 当年谢靖导演筹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方超的舅舅正好是该片的副导演 电影需要去延安拍摄 于是舅舅就带着谢靖到方超家里做过客 所以在没出演角色之前 谢靖和方超已经有过一面之缘 只不过还没考虑让他出演角色 可能是上天注定会将这份缘分延续下去 方超的命运很快就发生了改变 当时剧组里已经定下了一个小演员 但在拍摄的时候一直在哭 根本没法拍戏 就在这时 作为副导演的舅舅就想起了小外甥方超 于是就将其推荐给了谢靖导演 方超被送到了剧组后 机灵可爱的乖巧模样 一下子就吸引了谢靖导演的注意 更主要的是 方超一点也不怯场 不怕生 那份真实的童真 最终打动了剧组所有人 就这样 年幼懵懂的方超 参演了人生的第一部戏 《阿姚兰》 拍摄时 方超特别有镜头感 而且天生就是演戏的料 这一点让谢靖大为惊喜 所以后来拍着拍着 谢靖就给小方超加了很多的戏 电影上映后 方超作为小童星一炮而红 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那一年 方超才两岁 出生就成了明星 后来方超回忆说 自己那时候什么都不懂 记忆也很模糊 只是跟着玩 凭借电影《阿姚兰》走红后 小小年纪的方超 得到了谢靖导演的青睐 更打开了自己的童星之路 之后他接连参演了许多经典的电影 合作了很多明星大咖 《一月光芒万丈》 红透80年代 1981年 他在电影《苦果》里饰演童年林瑶 一年后方超又跟着谢靖 拍了一部极其重要的电影《木马人》 饰演了轻轻一绝 当年这部电影上映时轰动全国 朱世茂和丛山也成了万千影迷 心中的荧幕眷侣 出出茅庐的丛山 更是凭借李秀之一绝 《义飞冲天》 被提名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而饰演他们儿子的方超 彻底成了80年代最红的童星 直到如今 方超还会亲切地称呼丛山 为妈妈 喊朱世茂叫爸爸 而方超合作过的大咖明星 还远不止此 出道就是巅峰的方超 在接下来的年少时光里 更成了无数孩子羡慕的大明星 演完了《木马人》后 方超成了炙手可热的童星 开始偏约不断 1983年 方超在《泉水叮咚》里 饰演了冰冰一绝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年少的陆毅 还在里面跑了一个龙套 而方超则是小主角 然后他又和张铁林 龚学等人出演了电影 《大桥下面》 饰演了东东 后来张铁林和龚学 也带他如儿子一般亲切 除此之外 他还与四行高娃 合作出演了电影 《驼峰上的爱》 饰演小吉亚一绝 在众多明星大咖眼中 小方超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童星 更是他们心中的乖巧孩子 备受宠爱 演了几年的戏 还未成年的方超 已经成了观众心中的超级大明星 前途无可限量 在80年代 很多人家里 都有一张方超的明星挂历 可见当年他有多红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 方超的童星之路 开始举步维艰 15岁年年 成了他演艺生涯的分水岭 1991年 方超接受了 谢敬导演的邀请 参与拍摄了 《清凉寺的终生》 拍摄完了《清凉寺的终生》之后 方超开始考虑未来的人生 他决定好好读书 以后再去演戏 而这部电影 也成了他作为童星 拍摄的最后一部作品 那一年 方超15岁 年幼时 因为拍戏的缘故 方超的学习成绩 一直没能跟上 这一点也让父母 颇为担忧 吸引后 安心回学校读书的方超 有个理想 就是考上专业的 戏剧院校去深造 可结局 却令他倍感失落 1994年 努力学习了几年的方超 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戏 北京电影学院 是出了名的 对外在形象 要求极高 长大后的方超 受到了巨大影响 他本想着 凭借童星的身份 和多年的拍摄经验 然后自己努把力 应该就能顺利考上 可天不遂人愿 北京电影学院 最后没有录取他 原因是 方超的身高不够 当时也就只有 160厘米左右 不甘心的方超 准备来年再考 可得到的答复却是 个子没有长高 结果可能依然一样 无奈之下 高中毕业后的方超 一个人来到了上海 他一边打工 一边跟着老师 学习表演 在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失利后 方超又鼓起勇气 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自己 还是因为身高原因 被拒之门外 我就非常想不通 从两岁拍到18岁 我已经拍了16年了 却把我的电影学院 的大门堵上了 那段时间 也成了方超人生中 最艰难和最失忆的时刻 内心迷茫 又充满不甘 甚至是无尽的委屈 演了这么多年戏 没能考上理想的院校 这让方超开始有了自我怀疑 不拍戏 没学上的方超 之后为了生活 在一家餐馆打工 当了一名服务员 处境窘迫的方超 一度以为自己这辈子 都无缘在演戏的时候 有一个人帮助了他 当时演员绍峰 去餐馆吃饭 一眼就认出了方超 此时他只是其中的一个服务员 这一幕巨大的落差 让少峰心里极其不适滋味 他后来感慨地说 有点酸酸的感觉 我觉得一个人的高低起落 何至于此 看在眼里 腾在心上的少峰 开始劝方超 去北京发展 让其重新 实习自己的演员梦 去了北京后 很久没有演戏的方超 早已没有了 曾经的名气和资源 而且在形象上 也没了优势 他后来只能出演一些 可有可无的小角色 甚至有时候 还会被剧组拒绝 在北京打拼了几年后 年纪越来越大的方超 再次对人生产生了迷茫 就在这时 方超在少峰的鼓励和剑意下 转型做起了幕后 如今成了一名制片人 和执行导演 所以方超的人生 能有第二次重生 得第一个感谢少峰的指引 不过 相比较曾经的辉煌星途 方超的演艺事业 多少有些不温不火 后来 谈及离开演艺圈的那些年时 方超的心中 依旧充满了遗憾与不甘 他说 自己从小就开始拼命拍戏 花费了十几年的精力 最后却没能走进 电影学院的大门 觉得自己想要事业时 却无法去拥有 这可能是人生中 最遗憾和痛苦的事了 对于年少成名这件事 方超更是没有一丝欣慰之意 反而有些后悔 如果能重新选择 情愿不拍戏 不去当童心 好好度过童年和少年 好好学习 选择职业 如今 方超已经44岁了 还是单身一人 没有成家 更令他难过的是 父母早已离开了人世 人生也少了一份归途 从两岁就开始演戏的方超 这半生 历经了巅峰与落寞 挣扎与绝望 但相较于很多人来说 方超又是极其幸运的 因为他留在荧幕中的 经典角色 是其一生的财富 而那些财富也注定属于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被永远记得